大家好,欢迎来参加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Canadian Securities Course这个证书,与加拿大银行入门工作申请的一些知识。Canadian Securities Course缩写就是CIC,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,可以叫做加拿大证券入职证书。 今天我要讲到的内容,第一就是关于在金融行业申请入门工作的时候的一些必要条件。第二,CIC证书的重要性。第三,CIC课程的一些信息。希望大家听完以后能够来参加我教的CIC课。 在加拿大申请金融行业的入门工作时,Hiring Manager会关注你哪一些必备条件呢?统一的说呢,就是工作经验、CIC证书、文凭和语言交流能力。 这个地方我要先说明一下,我说的这些工作呢,主要是前台工作。 在加拿大呢,前台工作指的是在银行里跟客人直接打交道的部门。 这个交道呢,可能是在面对面的方法,比如说是在分行里,也可能是在电话上,比如说电话中心。 那么这两种呢,都是叫做前台,是和客人直接有打交道的地方。 那么因为你跟客人直接打交道,所以我们希望的工作经验是有两类,客户服务和销售能力。 作为前台工作,你的职责主要是两个部分,为银行的客户提供服务,然后呢,推销金融产品。 所以你在过去的工作中,如果有类似的经验的话,一定要在简历中把它突出出来。 第二,我们希望Candidate有这个CSE证书,还有文凭。 这个文凭可以是大学,也可以是college,不一定非要经济、金融或会计类,其他专业的大学文凭也可以。 第三,语言交流能力。 大家都知道,在加拿大呢,英文和法文是官方语言,所以你务必有其中一种的流利的交流的能力。 如果你不是在法语区的话,英文就足够了,你不需要会两种。 那么你的英文要多流利呢,就是你要可以能够和你的客人和你的同事和你的领导进行沟通。 当你有了工作经验,有了证书,有文凭,有语言交流能力的时候,最后能够决定你是否拿到这份工作的关键呢,就是你的面试技巧。 面试技巧我会在另一个video里讲到,希望大家关注。 CIC证书的重要性,有多么重要呢,我可以说非常重要。 如果你是在银行的前台工作的话,你的很大的一部分的工作responsibility呢,是要推销银行产品。 那么推销银行产品呢,你要从政府拿一个执照。 这个执照呢,就是要求你有了CIC证书才可以申请,所以你可以知道有多么重要。 即使你不在前台工作,你在后台工作也是需要这个证书的。 银行里有很多职位都需要这个证书。 假如你是做IT的,你也需要一个证书。 这个CIC证书来证明你懂得银行运作的一些procedures,同时呢,你还了解这个银行常见的那些产品。 有了这个证书之后呢,你不一定只要在银行申请工作,你可以在银行之外的很多公司申请工作。 比如说理财公司,小型的金融公司,基金公司,保险公司都是可以的。 我还想告诉大家的就是,进入金融行业之后呢,CIC证书只是你的一个起点。 你要想在这个行业中继续发展下去,你还要考其他很多的东西。 我们可以在另一个video里呢,把这个方面呢更详细的讲一下。 CIC课程相关的一些信息,首先是费用。 它的费用呢,有低有高,从999到1375都有,是分三个级别。 那么我说的这个价格呢,还是税前的,根据你住在不同的省份呢,你还要加上你自己省份所收的那个税的百分比。 它的考试内容呢,就是从这两本书里,Volume 1和Volume 2, 考试形式选择题,每一本书有100道题,每一道题是一分,60分过。 如果在你一年之内,你两本书都考过了60分的话,你就会拿到一个结业证书,就是所谓的certificate。 那么这个证书上并不写明你的成绩。 CIC课本呢,都大概包括什么内容呢? 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下。 CIC课本里包括我们这边银行的一些行规,还有政府如何管理的,还有合规的管理。 然后我们会讲到那个银行工作人员常常接触到的那些产品,比如说股票、债券、各种基金类、股票、期权、期货,这些全部都包括在内。 这个书呢,两本,二十几章,内容很广泛,需要记的内容很多。 所以呢,如果你自学有点吃力的话,那么最好是跟老师学,然后回家呢,经常复习,这样能够保证你在短时间之内一次把它考过。 最后呢,非常感谢大家来看我这个视频,这是我第一次制作,我想起还有很多的漏洞,希望能大家给我提供一些保费的意见。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,比如想问我的问题,都可以写在这个视频的下面,我可以定期的回答。 而且呢,我还可以经常的推出一些根据大家的问题做成的视频,可以更有针对性,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。谢谢。